做仲介真的为了赚那6%的付费吗 当然我们出来工作就是为了要赚钱 但是最近交互的一个案子 让我走回到做仲介的意义 你赚钱还值得开心的是 除了帮我的客人找到他适合的房子 而且帮他找到真正的幸福 这是一个真人真事 笑感动天的故事 我有一个买房认识好多年了 虽然他过去没有跟我买过一间房子 但是持续都保持联络 他因为移民美国 所以长期定居在国外 就在前阵子他突然赖我 说要回来台湾买房子 后来追问直较才知道 原来他的父亲得了癌症 因为他的父亲住宜兰 在发现离癌之后 到了林口长庚治疗 因为每个礼拜都要去化疗 所以他的父亲必须每个礼拜 都要从宜兰坐车到林口长庚附近 去找个旅馆 然后住个三四天 然后化疗结束再回宜兰 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这位孝顺的客户 就希望买一个房子 在长庚医院附近 让他爸爸可以好好的化疗 然后可以住那边不用住旅馆 因为林口长庚附近的房价不便宜 所以爸爸心疼女儿 不希望他花太多钱 所以他们有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他们在基隆 有兄弟姐妹 所以买基隆也可以 房价至少便宜三分之一 所以我们就着手找基隆的房子 基隆的房价真的便宜很多 至少三分之一 但是羊毛除在羊身上 在我带他看完几间基隆的房子之后 如果依他爸爸给他的条件 说没关系啦 五六百万就好了 可以住就好了 的条件就是没有生活机能 再来有些是伤坡地 如果要条件好一点的 可能在三下的 可能就要跟林口长庚 差不多的价格了 那我跟他肯含生聊之后 我们得到的一个共识 就是孝顺不能等 而且孝顺这个不是金钱可以衍了的 所以他应该买在林口长庚附近 让爸爸就医方便为主 而且我跟他讲 爸爸只是心疼你 不希望你花太多钱 但是孝顺这个事情是不能等的 你买在那边虽然比较贵 你只是把你的动产变成不动产 它不会不见啊 而且那个地点那么好 买下来之后 对不对 爸爸就医方便 再来你持有六年 搞不好还可以享受涨价400万的房地合一税新制免税的一个优惠 后来他听从我的建议 我们很快就在林口长庚附近买了一个他很喜欢 他爸爸也很喜欢的房子 而且屋主也卖得很开心 然后我们收了6%服务费 买完之后他非常开心 而且很感谢我帮他找到这样的一个房子 就在中秋节我回花莲过节 刚好经过他爸妈家 我就顺道去看看他们 而且带了伴手礼 结果他爸非常开心的跟我讲说 他去回诊的时候 医生跟他讲说 他癌细胞已经几乎快没有了 为什么会这样 我就跟他爸爸说 因为你女儿孝顺啊 你开心啊 所以你的癌细胞都不见了 他紧紧握着我的手 双眼看着我 跟我讲说 谢谢你 这就是做中介最大的意义 信任才能长长久久 信任才能带来新幸福 共勉之